高血压是我国的高发疾病,而且这类疾病的死亡率很高,如果没有得到及时的控制的话,那么也就会引起很多的病发症。 那日常生活中可以多吃这几类豆,有助于降血压。 第一,纳豆,90%的日本人喜爱吃纳豆,那他们患上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率为世界最低。 这是因为纳豆中含有丰富的纳豆鸡酶,能够帮助溶血酸,而且对降低血压也具有很好的效果,也是高血压患者非常理想的食物。 第二,就是豆豉,豆豉是豆粒的发酵品,那它含有丰富的矿物质和多种微量元素,能够帮助溶解血栓,呵护血混的健康,预防脑血栓的形成,而且还能够有效的帮助降低血压。 最后呢,是醋泡黑豆,每天吃点醋泡黑豆,能够帮助软化血管,预防动脑硬化,而且还能够提高血管的弹性,那对降低血压和血脂都具有非常好的效果。 好了,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,如果还有什么问题的话,可以。